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8天 在神,凡事都能 倘若生活给了你一个柠檬 请把它做成柠檬汁 诺曼·文森特皮尔这样写道 1952年,诺曼出版了他最知名的一本书 《积极思考的力量》 这本书连续186周 本居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首 诺曼的观点都非常好 对人也大有弊异 但与积极思考相比 耶稣的话具有更大的力量 诺曼说 积极心态是一种信仰 你要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你将会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挑战 而耶稣说 在神,凡事都能 神的力量远远超过积极思考的力量 是神的大能 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真言第三章 十一到二十节 宇宙因耶稣而立 神从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 这一事实证明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真言的作者说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低下干露 真言将智慧拟人化了 若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 便晓得耶稣就是神的大能和智慧 神通过耶稣创造了宇宙万物 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只有当你与耶稣建立关系之后 你的生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借着耶稣而造的 神爱你 只有在与耶稣的关系中 你才能发现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 找到耶稣 你就找到了一切智慧的来源 真言将其描述为 一种真正的福气 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 比一切物质赐福更有益处 事实上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和它相比 这是一条通往长寿的道路 而新约指出 这其实是永生 你将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富贵和尊荣 这是一条通往全然平安的道路 在这里 你将找到生命术 主啊 今天我要寻求你 请你赐给我智慧 平安和能力 让我在你的带领下生活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十九章 十六到三十节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是否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困局 它可能是一段无法挽回的关系 无法痊愈的疾病 或者无法解决的财物问题 然而 无论事情看起来有多糟 在神里面永远有希望 在神 一切皆有可能 在神 凡事都能 而这句话出自耶稣和一位富有年轻人之间的对话 耶稣呼召这个年轻人来跟从他 耶稣对他说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但这要求对有钱人来说实在太难了 于是他悠悠愁愁地走了 耶稣 耶稣指出 富人进天国极其困难 然而 在神 凡事都能 耶稣的意思是 若靠着自己的力量 没人能进天国 在这方面 钱财毫无意义 还可能成为绊脚石 耶稣说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有些学者认为 所谓真眼 是指耶路撒冷一扇名为真眼的城门 骆驼若要穿过这扇门 必须卸下身上一切物品 另一些人则认为 当时有一种很粗的绳子 它的名字与骆驼这个词的发音相似 或许耶稣的意思是说 想让这么粗的绳子穿过真眼 是不可能的 这些解释 试图将耶稣的话合理化 但其实不得要领 无论如何 让一头骆驼穿过真眼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是 在神却能 门徒追问道 那么究竟谁才能进天国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如果你们认为 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进去 那就根本没有机会 但如果你相信神能做到 那人人都有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 有财富 权势和名望的人 是令人仰视的上等人 贫穷人被蔑视 被忽略 是下等人 但在天国正好相反 耶稣说 这就是神的国度 他和世界的价值观 完全不同 这也是耶稣 让那位富有的年轻人 把财产分给穷人的原因 这不光是耶稣 对年轻人的考验 还因为穷人在天国里 确实会受到极高待遇 我们也应该这样 对待穷苦人 地球上 每天都有三万名儿童 因为极度贫穷和饥饿死去 世上满是受压迫的人 大街上遍布着 无家可归者 但主流社会 却不听这些弱者的声音 耶稣很少让人舍弃一切财物 但在这个例子里 耶稣确实是这样吩咐的 对每个人来说 跟随耶稣都要付代价 它意味着鼓足勇气 在充满敌意的世人当中 竖起耶稣的旗帜 显然 即便我们明知有害的东西 但要放弃它们也不容易 但无论什么代价 都无法与耶稣 为你我所付出的 使永生成为可能的代价相比 也没有什么损失 可以比不跟随耶稣的损失更多 这位年轻财主 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啊 耶稣进一步强调 世界提供的任何好处 都无法与你从基督那里 得到的祝福相比 凡为我的名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儿女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耶稣应许 因为你所放弃的一切 你将在今生得到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 你会在永恒中 与耶稣同在 主啊 请帮助我 让我愿意为了神国放弃一切 感谢你 最大且不朽的财富 就是跟随耶稣 旧约圣经 约伯记 八章第一节到十章二十二节 神可以成就任何关于你的事 有时 当我们看见他人遭遇患难 很容易自以为是 妄自揣测原因 在约伯的朋友比勒达的话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由真理 半真理 和错误 交织在一起的观点 当时约伯回答道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 换言之 他指出比勒达所说的话 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比勒达对约伯受难的解释 如此浮浅 约伯不能接受 而约伯的话却是真的 因为这些话发自肺腑 约伯大声呼求神 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他希望他从未出生过 约伯承认 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他感到挣扎 疑惑 甚至愤怒 约伯说 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爱情 但在经历这一切时 约伯认识到 在神凡事都能 他说 神的智慧是如此深不可测 神的能力是如此广大 他在大山知觉之前就挪移了他们 一时兴起 轻弹一下他们的脑袋 我们永远理解不了他所做的所有伟大之事 他施行的奇妙神迹不可胜数 你将生命本身和难以置信的爱赐给我 你注视并守护着我的每一次呼吸 约伯的话表现了人在信仰过程中的真实挣扎 约伯并没有假装一切正常 或者他能解释一切患难的原因 在无尽的患难中 约伯所做的就是牢牢抓住他所认识的这位神 约伯已经无路可走 但神却能翻转乾坤 最终神恢复了约伯的财富 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 无论你眼下正面临什么样的挣扎 无论生活看起来有多艰难 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记住神对你的爱 并相信在神凡事都能 主啊 我为约伯而感谢你 在难以想象的苦难中 他依然对你忠心并依靠你 我的生命就在你手中 任凭你处置 感谢你难以置信的爱 感谢你 因为在你凡事都能 佩博的补充 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19章26节